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们现在来寻找一下这岳飞 当时手下名将张献的墓 在当时呢,这张献他是岳飞的左膀右臂 而且是和岳飞一起被处死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一片树林之内 据说呢,在当时这张献呢 是被这个秦桧砍成了七十二块 我们看能不能找到他的墓 我们现在呢,是已经来到这里 他现在呢,还有这个石像生 在前面呢,就是有一块碑 他这个碑上所写的是 是宋利尔温侯张献遗址 在这个张献去世之后呢 他的香人开始为他历史纪念 但是呢,随着年代久远 他的墓种呢,现在是已经看不到了 现在只有这么一块碑 证明这是以前,这里是他的墓 在以前呢,他这里应该就是 围着张献的一个墓 他这里呢,还有这个石像生 而且呢,他这里应该还有这个石 我们在这里呢,是可以看到几个石块 那个就是一个住处石 证明这个地方应该是存在过大殿 这块石头呢,他也是围着明代的古迹 这张献呢,他是岳王爷的德力大将 这岳飞呢,他是有两元左往右臂 分别呢,就是张献还有王贵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在最后 这王贵是背叛了他 当时呢,这赵构是想杀岳飞 所以就把这个岳云 还有张献给抓起来 对这个张献呢,是使用大心 这秦渭呢,他想置岳飞于死地 他给他安了一个模反的一个罪名 但是呢,他需要一些罪证 需要人证,他会从这个张献这里开始入口 没想到这个张献呢,是绝不承认 这个张献呢,他在很小时候呢,就跟随岳王爷 在十三四的时候呢,就南征北战 成为一员猛将 在岳飞第四次北伐的时候呢 就是由张献 率领一大半的这个岳家军 开始对金兵猛打猛杀 而且呢,是收复了私地 在当时金融中呢,是集结十万大军来攻 在这一战呢,这岳飞手下名将杨展兴 暂时小商桥 这张献呢,他率远兵赶到 他一鼓作气是击溃了金兵八千骑兵 以此呢,而迫使十万金兵溃败 这张献呢,还是马不停的一路攻杀 又杀了六千金兵,俘获上百马匹 追悲十五里,忠云大镇 他立下了赫赫赞功 他在岳亚军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张献词呢,他是在历朝历代 都有这个修建 而我们现在所看到 他是在明朝所修建一些遗迹 这呢,就是当时他持前的碑 现在是一块禅碑 已经破损了很多块 这呢,是碑身 再上面呢,还有这个碑鹅 他这呢,是明朝政争年间所立的碑 所以呢,是有很多年 他现在很多字节呢,是模糊不清 应该踏一踏,还能看清一些 他这个背盒上面呢,还是有图案 这个正面的图案还好 在两侧呢,是已经模糊不清 再下面呢,是有这个云尾 他这一块禅碑呢,也是破损了很多块 我们可以看他整体一个体积 在当时肯定非常的高大 再下面呢,应该还是有这个碑座 应该是为碑戏 这岳飞呢,他被冤杀是非常凄惨 然而这张献呢,也和他一样 是拒不认罪 他没有出卖岳飞 他在盛前呢,追随岳飞作战 在死亡那一刻呢,也是追随的岳飞 这张献呢,他是手持一杆大枪 打遍天下无敌手,非常勇猛 他被出使的时候呢,是只有二十几岁 非常年轻 在当时呢,他和岳飞被出使的时候呢 都是属于叛臣 因为这个赵构,他恨岳飞 所以张献,岳云,还有岳飞 中期一朝,是没有人给他们平反 到了宋孝中 他被罚的时候呢,才给这个岳飞这个事件 所有人给平反 我们看他这个碑下面呢,还有一朵花 应该是有人来这里祭祀他 我们给他摆证 到了这个景丁年间呢 这个朝廷又对这个张献进行加封 追逝为利尔文侯 所以呢,我们会看到 宋利尔文侯张献墓遗址 在以前呢,这里的这个张献池呢 它这个地上建筑是全部没有了 只留下这个角落里几块这个住处室 据说呢,在当时这张献被出使之后呢 这秦桧出于害怕,怕他地下有自己来报仇 所以呢,就把他的遗体分为了七十二块 非常残忍 现在我们来到这里呢,是已经看不到他这个墓中 只有这么块遗址的碑,证明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还有几块禅碑和几块住室 还有这十项生 所以呢,我们只有在这里看到这些 来勉奉一下当初这位名漾 他和岳飞一样都是指导后人去敬仰 他没有选择荣华富贵 还是选择了忠义,追随了岳飞 现在他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呢 是在这个杭州的外东山洞路 旁边的一个小树林里面 他这个地方呢,也算是非常清幽 他这个地方呢,离这个游王庙也是非常近 只有这个五百米左右 在这块碑的后面呢,全部是已经夷为平地 全都是些杂草和树木 是完全看不到木种 在几百年的沧桑巨变 但是这张献,张将军他的英名是依然在 这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大宋的忠义名将 张献木,那我们这个视频像这样 下地方见,再见 再见